南方澳的豆腐甲海邊有些設施年久失修 而且常有大石頭被大浪給打上到海灘 影響到觀光的油氣品質 今年蘇澳鎮公所赤資250萬來進行整修 也清理掉這些大石頭 讓觀光的油氣更為舒暢安全 南方澳豆腐甲海邊是蘇澳的重要觀光油氣區之一 夏天吸引了大批遊客前往賞景踏浪 不過有些設施年久失修 尤其是藏廊屋頂的木構建築腐朽嚴重 公所為此進行整修全面喚醒 避免發生危險 我們昨天的豆角生態保育公園 現在我們全國油氣都非常慕眠而來 我們這個地理環境真的有夠水 但是現在就是整個藏廊 年久都會害 所以說這次 要全部換修 另外海灘上常有大浪打上來的大石頭 滿布在沙灘上影響到油氣 以往公所都採就地掩埋方式處理 但還是會被海浪給衝出 而為此這次公所改將石頭再往別處 讓海灘更為平整舒適 海灘 海灘本來是以前的大石頭都用酒底沿埋 但酒底沿埋 海浪再來的時候它又撲起來 所以造成這個豆角這個所在 有時候這個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開250萬的經費 我們儘管藏廊和環收都用心的 包括海灘的部分 我們一些大石頭小土土都整理得很漂亮 這樣過去的酒底沿埋 那些大石頭現在都製造的 所以說 讓這個豆角這個所在 免目於心 這次的工程 正公所總計投入了250萬元 在夏季來臨之前 讓豆腐甲海邊景觀煥然一新 也讓遊客盡情的暢遊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明 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